哈利路亚 弟兄姊妹们平安 感谢神今天晚上这个时间 我们能够再次聚集 一起来到这个祷告祭坛 来守望我们的国家 看见我们的国家 在主的恩典里面转化 今天晚上这个时间 要和大家用这个主题 一起来思考和一起来祷告 就是敞开城门 兴起公义 在这个主题里面 有些时候我们会想 神啊我们欢迎你动工 但是神动工其实有 他的这个几个步骤 我们今天晚上 就要一起来思考 首先近来呢我们都一直在宣告 特别在24期 正好这个经文也是诗篇的24 第7节 我们宣告的经文 众臣们啊 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 你们要被举取 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在我们看见神 在兴起这个连锁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神 正在兴起 这个祷告 这个敬拜 呼求的时候 我们知道一样事情 神要做什么事呢 神要赎回这地 和这个时代的命定和呼召 这个土地有上帝的计划 而这个时代也有上帝的计划 当我们愿意回应这个恩典的时候 命定和呼召就会被恢复 而我们知道 在这里面呢 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要一直跟随神 在这些日子里面 我们一直不停的祷告 已经进入第四周 我们可以说是从 站在破口 堵住墙盐 到慢慢进入到一个程度 就是开始打开城门口 迎接荣耀的君王进来 但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 只要我们打开城门 我们欢迎荣耀的君王进来 我们宣告了之后呢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事情就这样子成了 但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这样看见 因为在整个过程里面 是有几把钥匙 第一把钥匙 就是那荣耀的王要进来 圣经说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 就是有能 有力有能的耶和华 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 神是那荣耀的王 祂要进来 祂要拯救 祂要为我们征战 当我在预备这个信许的时候 在星期六的时候 主给我一个的经文 就是以赛亚书28章第五节 这里说到到那日 耶和华必作他以圣明的荣光华免 这一段我觉得大家很容易明白 因为当神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 我们脸上有光 神成为我们的荣耀 神成为我们的喜乐 成为我们的荣耀的冠冕 成为我们华美的冠冕 我们因着神来到神福兴 我们充满喜乐 但很多时候我们看见 这个教会的福兴 为什么没有办法带进 整个城市的转化呢 这个钥匙就在第六节 他也成了 他也坐了在位上 行审判者 公平之灵 并城门口 打退仇敌者的力量 在这里我们要明白一样事情 神真的是有能有力 祂进来 祂固然要进来 祂固然回应我们呼求祷告 但是祂进来做什么呢 祂要做三件事 第一样事情 祂要使祂的百姓抬起头来 成为荣冠华免 这点我们很容易明白 我们常宣告 但是如果缺乏了后面这两个 很多时候复兴只发生在教会里面 转化却没有发生在国家和每一个层面 所以这第二个部分就很重要 就是祂要做什么 祂要做什么东西呢 在位上行审判者的公义之灵 也就是说神的灵要触摸在那个位置上 神要看到祂的百姓站在位置上 在这个关键的位置上 有祂的公平之灵 有祂公义的灵来扶持祂 进行所谓的审判 恢复为这个城市恢复这个谋事 和公义的审判者 像以赛亚书弟这样所说的 而且神要做什么事情呢 神要在城门口 要打退仇敌者的力量 成为我们在城门口 打退仇敌者的力量 亲爱的这种姊妹们 这很重要的 所以就带进了第二个钥匙 第二根钥匙是什么 就是公义的子民兴起 神的百姓在圣灵的恩高下 要进入他们的位置 执行属神的公义 我们最近在学习 关于到这个城市转化 我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organize righteousness 就是我们需要 去组织性的 持续性的 让公义添满全地 而不只是等待一个神迹 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知道神行神迹 我们都是感觉到 上帝是突然做事情的 但是神突然做事情 但是事情常常因为突然做了 而没有人接下去就停下来 神突然动工 神突然不料 让摩西看到经济中的火焰 但是摩西用尽了八十年的时间 顺服他完成这个伟大的神国大业 他是需要组织的 他需要有人在位置上行审判 他需要有人站在城门口上 守望和征战 亲爱的姊妹们 神的子民兴起 是神的荣耀的灵 临到这城市之后的第二根钥匙 只要神的子民不兴起的话 即使上帝造访多次 但是我们看不到 存留下来的果子 在城在位置上行审判 上帝就会用什么公义的灵来充满我们 在城门口上守望征战 神就会用这个打退仇敌的力量来充满我们 亲爱的姊妹们 我们有这个社会上有七个山头 在这七个山头是今天我们要特别为这方面来祷告 就是围着艺术和娱乐 围着商界 围着宗教或者教会 围着媒体和资讯的传播 围着这个教育 围着家庭 围着政府 我们这些七个山头 需要有神的百姓兴起来 在位上用耶和华以耶和华公平之灵行审判 我们也需要有神的百姓站在众臣门口上面 把一切功绩这个社会这个百姓这个国家的这些的仇敌 把它完全打退 靠着耶和华的力量 所以亲爱的姊妹们 不只是荣耀的君王进来 更是神的子民要兴起 但是第三个钥匙 这就是我们正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敞开公义的门 神不当给我这个以赛亚书28章 神给我这句话 祂提醒我要讲这句话 就是19节20节说到 给我敞开义门 Open the door of righteousness 你要敞开公义的门 因为我们要敬起 因为这是耶和华门 公义的门是耶和华的门 而义人要敬起 义人就要在公义的门里面 能够被兴起来 而很多时候这门被关上 为什么呢 因为地上有充满许多多阴间的门 而神要把教会建造盘子上 建立祂的教会 这个Ecclesia 好让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 我们就能执行 我们地上捆绑 天上捆绑 地上释放了 天上也已经释放了这个的权柄 所以这个门是很重要的 神说祂要我们敞开祂的门 而神把这个权柄已经给了耶稣 祂开了无人能关 祂关了无人能开 马太福音28章里面 说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 所以你们要去 使什么 all nations 是万民 不是明白了 万国都做主的门徒 disciple the nations 这是我们要看到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敞开这个公义的门 是这个时候 无论我们透过祷告 无论我们借着怎样的机会的门打开的时候 我们要赶紧地求神来动奇妙工作 关闭阴间的门 打开公义的门 非常重要 而圣经里面 继续说到这个 是上个星期我要提醒 又再说的 这是神掌钱的日子 言文或者说 是神行军的日子 行军是一个权奏 行军是神开始动功 但是神开始动功的时候 祂需要什么 就是祂的名 要以圣洁的装饰为一 干验牺牲自己 我们不只是干验 只是花一小时祷告 我们要干验牺牲自己 进入上帝 感动我们 进入的家庭 进入的商界 进入的各个层面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我祷告主 让我们神的百姓 多如清晨的甘露 我祷告主 神能够在 这个非常的时刻里面 看到神的百姓 兴起来 今天晚上也不例外的 我们要学习 在灵力敬拜中 寻求突破 我们要花时间 不但敬拜 我们要花时间 学习 释放内心的感动和祷告 不要祷告很长 祷告内心的感动 有多少就说多少的原则 来祷告 避免修饰你的祷告 尽量的来到神的面前 就发出那个短短的宣告 因为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灵美突破 我们不是在建立 祷告的气氛 虽然气氛很重要 我们乃是寻求突破 所以这个突破 需要你不止 祷告一次就够了 是需要你常常回应 所以像上次我说的 每一次当你看到 这些指示牌 出来的时候 大家可以按着内心的感动 开始打开的麦克风 我们会把麦克风解开 然后弟兄姊妹们 就开始宣告 祷告 呼求 这是我们要做的 因为我们要在这里 一起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敞开城门 兴起公义 在这片土地上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一起用灵里面来祷告 Hallelujah 让我们一起用方言来祷告 预备我们的心 Hallelujah 撒到印象 你 你 在大学 人 都 你 想 不 你 是的 我 你 你 你 我 在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不要感到临里面疲倦 开口用临里面祷告 祝福音乐 Kyuriyah Ramayadehe 让神的力充满你 充满你 充满你 Kyuriyah Ramayadehe Kyuriyah Ramayadehe 是的 主啊我们祷告 主啊让主啊我们站在破口上来祷告 让我们来防重修的抢颜 让神你的灵更大更大的来充满 在整个的聚会里面 在整个的线上的祷告祭坛上面 让主啊你新鲜的火焰烧在我们心里烧在祭坛上 主啊我们要宣告主啊 你要兴趣 你要兴趣使你的仇敌十三 我们赞美感谢你 哈利路亚 我能胜过这世界 应有耶稣在我心 黑暗全是已破碎 耶稣基督宝血 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 还有谁能抵挡我 我心相信 我必能得生 我能胜过这世界 应有耶稣在我心 黑暗全是已破碎 耶稣基督宝血 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 还有谁能抵挡我 我心相信 我必能得生 哈利路亚 我能胜过这世界 应有耶稣在我心 我能胜过这世界 应有耶稣在我心 黑暗全是已破碎 耶稣基督宝血 以破碎 应耶稣基督宝血 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 还有谁能抵挡我 我心相信 我必能得生 哈利路亚 到基主的圣君去 耶稣基督宝血 是万王之王 哈利路亚 信其主的能教会 为主发光 照亮黑暗的世界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到基主的圣君去 耶稣基督宝血 是万王之王 哈利路亚 信其主的能教会 为主发光 照亮黑暗的世界 为主发光 为主发光 照亮黑暗的世界 嘿嘿 哈利路亚 世大主啊 哈利路亚 世大主啊 哈利路亚 世大主啊 耶稣基督宝血 都归于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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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拥挂真身儿子 耶稣力赔的只剩尊荣 耶稣当受罪到赞美 耶稣地相依诸天藏合 来忠忠诸神明朝复万明 让我们许习父父亲拜祂 因祂生命万西洋贵伴 让万口承认踏实主耶稣 全能生尽我荣耀祢 但言尊贵送赞和全能 都归于祢 都归于祢 愿尊贵送赞和全能 都归于祢 都归于祢 主耶稣 也尊贵送赞和全能 都归于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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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归于祢 也尊贵送赞和全能 都归于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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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都归于祢 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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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就在我们当中 主耶稣 是的主耶 我们要宣告 主耶稣 因为一切尊贵送赞荣耀 都归于祢 直到永永远远 因为主耶稣 一切的荣耀 主耶稣 都是属于祢 主耶稣 我们来到祢面前 主耶稣 主耶稣 我们要赞美祢 因为神主耶 祢就在马来西亚 就得到一切的送赞和荣耀 哈利路亚 奉耶稣名之祷告 阿们 哈利路亚 有感动的 我们开麦来宣告 我们开麦来赞美神 使得主我们宣告 天上 地下 都要合一的来敬拜祢 祢就是那位 独一的真神 祢掌权之道永永远远 主宝座上的羔羊 一切的尊贵 荣耀尊全并都归给祢 直到永永远远 哈利路亚 主啊 在你面前的时候 向你来宣告父神 我们宣告 马来西亚是属于你的父神 父神我们宣告一切的尊贵荣耀 是属于你的父神 我们宣告你的名要被高举 在这个时刻完全的被高举 一切的眼目 一切的这个专注力都在你的身上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Amen Amen Hallelujah 我们要一心称谢耶和华 我们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我们要为你欢喜快乐 是告知啊 我们要歌颂你的名 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 要依靠你 因你没有理计 行求你的人 Amen Amen Hallelujah 是的主我们要 我们要祝福 在全地上掌权 耶稣啊 你的荣耀全兵我们的会给你 主啊 你来 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路 主啊 来光照我们所有人的心 主我们赞美你 Hallelujah Hallelujah 是的主我们要宣告 马来西亚的子民 当向耶和华欢呼 也当乐意的 侍奉耶和华 当向神你来歌唱 也晓得耶和华是神 Amen Amen Hallelujah 使得主我们要赞美你 主啊 让你的荣耀降临在全地上 互相得主啊 和耶和华 那天歌唱 由大荣耀降临 与大荣耀降临 和耶和华 与大荣耀降临 因祢荣耀我补助敬拜 我所找是为了敬拜祢 我所找是为了荣耀祢 祢是我们的神 祢依我们同主 因祢荣耀我补助敬拜 神哉神哉神哉 喜哉地在拥挣 荣耀荣耀 荣耀黑的颂残爱 神哉神哉神哉 全体向祢归拜 神哉荣耀都会包座高养 耶和花祢大荣耀降临 在祢上如天上的敬拜 祢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祢子民 因祢荣耀我补助敬拜 我所找是为了敬拜祢 我所找是为了敬拜祢 我所找是为了荣耀祢 我所找是为了荣耀祢 你是我们的神 你我们同主 因祢荣耀我补助敬拜 神哉神哉神哉 喜哉精哉永哉 荣耀荣耀荣耀 黑的松菜奶太 神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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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向祢归拜 全归荣耀都归包座高养 神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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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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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哉永哉 荣耀荣耀荣耀 黑的松菜奶太 神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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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向祢归番 尊贵荣耀 totally mobile 在一宝座高原 至日月夜 不停献上 祷告如香 不停申请 日日月夜 不停献上 赞美贤心 永不乱寻 日日月月 日日月月 不停献上 当高如香 不停生气 日日月月 不停献上 赞美献祭 永不断续 赞美献祭 赞美献祭 永不断续 赞美献祭 永不断续 全地都要渴望 武汉 荣耀的主 我愿祢来 人要敞开 奔高倾道下来 神国度的荣耀 彰显 天地都要渴望 武汉 荣耀的主 我愿祢来 天灵 云灵 看见心底下 你要做新的事 在我们中间 全地都要 全地都要渴望 武汉 荣耀的主 我愿祢来 天要敞开 奔高倾道下来 神国度的荣耀 彰显 全地都要渴望 武汉 荣耀的主 我愿祢来 神灵 云灵 看见心底下 你要做新的事 在我们中间 你要做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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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中间 我们宣告 你要做新的事 你要做新的事 在我们中间 你要做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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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中间 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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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 祢要做心的事 祢要做心的事 在我们中间 在你的位置上,开口来祷告,开口来呼喊,开口来回应神 我们感谢祢,我们感谢祢,我们赞美祢, 主,我们来到祢面前,主,我们来到祢面前,就是要宣告,主,就是要宣告主,祢自己旨意,要成就在我们当中 主啊,我们说,主啊,让主全地都要呼喊,特别在这个季节里面,当我们连续的来到祢面前,马来西亚众教会连续在祢面前呼喊的时候 主啊,我祷告这个突破的恩高,要临到主啊,众臣们上面 这突破的恩高,要信起祢的百姓,让祢的百姓趁实而坐 就像主,祢对大卫说,当你听到在一个上述上有脚步声的时候,要赶紧地攻上去 主,我们这时候,主啊,主一起地祷告,一起地来走这个旅程的时候 主啊,我深信主,主,祢全所未有的在这个国家里面,设立着火墙 但主,我们也祷告,主,让主这个突破的恩高,主啊,来改变我们,主啊,坐以,主啊,就是坐享其成的那种心态 让我们成为一群甘愿,主啊,牺牲自己的百姓,当你行军的日子,能够和你一起的前进 神啊,我祷告,就在这时刻,释放祢的恩高,释放祢的恩高 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们,就在这时候,好不好 主啊,我们来开口,我们开口来为我们的教育,来为神的子民来祷告 让我们能够回应神,哈利路亚,可以开你的脉 哦,这回应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是的,主啊,我们向祢来呼求 祢是所有呼求祢名人的避难所 祢是我们对抗疫情的高台 主啊,我们的肉体虽然和经常渐渐的要衰退 但祢是我们心里的力量和福分,直到永远 祢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因此我们不惧怕,因为祢完全的爱,驱散所有的恐惧 即使大地和山脉都落入海形,我们的根基仍然稳固在祢的里面 因为祢是我们的盘舍,山寨和救赎主 没有任何事物能使我们与祢的爱隔绝 谢谢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祢主,奉主,奉主 是的,圣灵祢要来引领祢的教会 是的,圣灵祢要将天敞开,将祢突破的恩高 浇灌在祢教会的里面 是的,主,我们知道祢要做信事在我们的当中 是的,主,祢要做信事 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的主 祢要做信事在我们的国家,在这片土地上 主,主啊,我们要感谢祢,因为祢是行神祭的神主 阿们 祢每一天都要做信事主 主啊,祢要在马来西亚,主啊 祢要做信事主 主啊,谢谢祢赞美祢,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哈雷雷雅 是的,亲爱的天父,祢要做信事 祢要做信事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主啊,这就是祢的日子 这就是祢那要做成祢奇妙大功的日子 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就绝续地做 就像揣葡萄的,要绝细,撒种的 主,我们感谢祢在美祢 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不断不断地来更新 因为祢要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谢谢祢主 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阿们 哈雷雷雷雷 主耶稣我们要本着信心宣告 神祢的荣耀的国度 又充满在这个马来西亚国家 我们知道主 当马来西亚的人民 这些的子民们 同时来到主的面前来赞美 敬拜祢 我们相信 神祢的神祭奇事 要降临在这个马来西亚国家 我们要祷告神 愿主祢的光辉 要照料这个马来西亚国家 愿主祢的子民 谦卑 继继继来到主祢的面前 来信求主祢的面 因为我们知道主 当我们同心和力 积极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相信 神祢的荣光 要照料在我们马来西亚国家 让每一位祢的孩子们 带着一个信心 带着一个宣告 带着一个得胜的心 来到主祢面前 宣告主祢掌权 主祢做王 我们先凭着信心 相信 你的荣耀要降临在这个马来西亚国家 在这里 在这个时刻 在这段时间 让你的能力充满在这个马来西亚国家 当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充满在这个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们深信 主 整个马来西亚的局势都要改变过来 因为我们知道神 你依然掌权 祷告共同的名 Amen Amen Hallelujah Amen Hallelujah 这时候我们要一起的来 阿爸天父 来 Henry继续先 Henry你可以继续 阿爸天父 在这个期间里面 我们恳求你恩待我们每位子民 马来西亚的还没有认识主你的 我恳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 看到有些人因为得了这些COVID 或者是经济上的危机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结束了 这让我看到 让我感动到 这个 真的 主要恳求主你 这个世界里面 奉主耶稣的名带着权柄 带着整理 斩断切断一些黑势力的思维 好让这些人不要因为得了一些的困难 就把生命解决到 因为上帝你跟我们讲 那个不能伤害我们灵魂的 我们不要怕他 上帝你爱我们 上帝恳求你来救这些人 让他们能够良知 跟他们知道生命的宝贵 上帝你是爱他们的 哦主啊 愿你掌管 愿你带领 愿你随体 恳求他 把天父恩待 保守着他们 感谢祷告来 是奉主耶稣基督命求 Amen Hallelujah Amen Hallelujah 这时候我们要来进入我们的祷告 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要呼求神来动工 就像刚才所分享的 让神在这个位置上 位置上能够兴起这个祷告的人 让我们在这个位置上来做掌权的工作 好这时候我们要来开始来特别先来为几个三团祷告 那我们继续在敬拜祷告 第一个我们会围着这个艺术和娱乐界 这个是非常影响了今天全世界 无论是这个年轻的人以为是年轻人 但是现在都影响了所有各个层面的人 艺术和娱乐界 那时候我们来有感动的 我们来祷告求神 把对的人放在那位置上 能够来在当中来做 管制在当中来发出影响力 来做光和作员 我们感动的 我们来开口来祷告 Amen Hallelujah 我们来开口来做光和作员 在圣经里面来祷告 圣经里面祷告 圣经里面影响这些未信主的人 使他们在这个艺术里面 在这个娱乐界里面能够奉备为圣 好叫他们所踪所措的都是要荣耀主人的名字 好叫他们能够在这个艺术界里面 在这个娱乐界里面能够在神的怀上被建立起来 好叫他们的生命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继续为主来做见证 来荣耀主人的名字 虽然在这个艺术界跟这个娱乐界面对各样的迷惑 我们要祷告主你保守这些艺术界跟娱乐界 这些信徒们能够站在神里的怀上 他们要靠着主你的恩典 他们要宣告他们是属于的 他们是属于的不是属于这个魔鬼的 他们要把他们生命的因素 把他们那种的娱乐界能够在众人面前显怒神 你在他们身上有那个基督的样式 能够代表这个艺术界能够画出那种的奇妙的作为 在这个艺术界跟这个娱乐界当中 我们要祷告神你亲自来兼顾保守 特别为着在这个艺术界跟娱乐界的弟兄姐妹们 主要你继续给他们一个敬畏你的心 使他们在这个艺术界里面 在这个娱乐界面有一种的影响力 能够影响到这些的为信主的人看到 信主的这些信徒们 在他们艺术界里面有分别为生的 使他们看到 不是以肉眼来看他们所艺术的 而是以鼠林的眼睛来看 他们所画出的艺术的 或是在娱乐界所花费的 都要由主你的影响力 在他们神明里面 我们要祷告 再次把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艺术界跟娱乐界 全量在主你恩所中 主你亲自来兼顾保守 保守这些娱乐界跟艺术界的这些弟兄姐妹 主要不受这个世界的引诱 让他们能够奔备为圣 把他们的艺术都全能交在主你恩所中 主你保守他们奔备为圣 祷告奉主的名 Amen Amen Hallelujah 这时候我们要来围着这个商界来祷告 和这个经济这一块来祷告 我们这个是会影响了整个国家的 求主把淡衣里 把这个耶色放在这个里面 能够来带领整个国家 求生信息的子民 我们感动能开口祷告 是的主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呼求你 求你赐福于我们的国家 在经济上有不断的突破更新 也求你赐福政府和领导者 能按照你的旨意治理国家 使国家经济成长迈向 环华昌盛 主啊 愿你的大能使马来西亚 拥有先进的技术 和完善的基础设备 为各行各业和投资者 提供一个完备的商业环境 也愿我们国家政府 能有智慧推广 对国外企业有交好的举措和政策 吸引更多投资者回流 求主你以新的方式 为马来西亚铺路 求主帮助各经商者 扩展更多投资者 在商业领域中 能以启动各行各业的生产力 增加员工的提高收入 改善各自的生活水平 主啊 也求你帮助各领袖 有包容性 能有力抵制全球疫情 对金融危机爆发的冲击 主啊 求你帮助政府能够 善用天然地理资源 从而改善贸易关系 帮助我国企业家创造各商机 为未来所造更好的机器 而这项措施有助于吸引的外资 在马来西亚设厂 这般就能为国民提供新的就业岗位和机会 主要协助政府建立一个有效的商业经济政策 背负国家的制造业 中小企业和各商业领域 求主为各厂员工 提高各项技能 也求主阻止外国企业的撤资或关闭 主啊 求你帮助我国政府 有智慧通过各种管道 提高生产力 创造各行业 扩大中产阶级 发展培育绩训 提升人民生活的水平 和培养局备先进的思维 从而为人民规划美好的愿景 主啊 求你看过保守我们马来西亚 愿你在马来西亚得着一切的荣耀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Hallelujah Amen Hallelujah 是的 主我们祷告 让主公义公平 要彰显在这个山头 主我们祷告 主让公平公义 主啊 在这个地方 主啊 要彰显你的荣耀 让你兴起你的百姓 能够在这个地方 敬畏你的人 能够在这个地方 能够由主啊 执行主你的公义和公平 神啊 我祷告 在这个经济最困难的时候 神啊 我们围着一个 这个商界来祷告 求主你做保守工作 不让恶者 透过贫穷 来夺取这个国家的命定 主啊 谢谢你 奉耶稣 你这祷告 Amen 这时候我们要特别 围这个宗教界来祷告 我们呼求神来动功 Hallelujah 是的 主我们再次把 马来西亚的 特别宗教会再次带到你的面前 主 圣灵我们祷告 你要再次让你的教会 能够灵里面要苏醒过来 主特别透过这个火墙的祷告 主 让你的教会主啊 能够兴起来 让你的教会 Eglésia 能够在这个阶段的里面 主啊 为你兴起发光 主 主啊 各个的百姓们都要兴起来 主 你要兴起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 有牧师 有教师 主啊 各个的 主啊 肢体都要被兴起来 主 能够建立你的教会 在这个马来西亚 主 我们祷告 主啊 你要兴起 所以你儿女们 主 无论在艺术界 无论在商业界 主 无论在教育界 无论在政治界 主 你要兴起基督徒的 主啊 给子民能够进入到 主啊 马来西亚这个七头山头里面 为你来发光 主 赐给他们聪明智慧 赐给他们治理的智慧 主 以别人不同 主 因为有耶稣 你在他们生命的里面 主 我们宣告 你要来转化 各个教会 各个领域的里面 主 主啊 你要为各教会 打开这个 三头的 治理的门 在每一个教会的里面 主 主啊 我们要谢谢 祝你公义的子民要兴起来 主啊 我们宣告 带你里耶稣的子民 要兴起在马来西亚里面 像以色列的子民 也要被兴起来 在我们教会的里面 主 谢谢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哈利路亚 我们唱首诗歌 哈利路亚 我渴望看见 我渴望看见 祢的荣耀彰显 像云彩围绕 充满载着地 神灵如风的垂直 最刻苦干的心灵 我们灵魂 在此地熟悉 我渴望看见 祢的荣耀彰显 祷告的声音 如谁不停行 父亲会转向儿宁 而你会转向父亲 每个时代 何以敬拜你 是的 主 我们在这时候 也要继续地祷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要继续地来围着 这个媒体 这个媒体和这个资讯的 这一个山头来祷告 神 我们知道 主 你需要主啊 主 透过今天的时代里面 透过媒体 主 你接触许许多多的人 这个媒体也影响许多的人 这个媒体甚至影响了 很多国家 甚至影响各个层面 但主 我们祷告 这样这个媒体 不是被主啊 仇敌所使用 主 让这个媒体 主啊 再一次地 能够传播着正确的知识 正确的信许 不是被利用 不是用来主啊 来manipulate 来这个玩弄人的思义念 神 我们在这时候 我们要来祷告 奉耶稣的名字 主 你要亲自来捆绑 在这个媒体背后的黑暗的权势 奉耶稣的名字 也把对的人放在主 在这个位置上 他们能够在报上 他们能够在主啊 主啊 各个的平台 现在现有的所有的方式 主能传播正确的事情 神啊 我祷告主啊 让主啊 不单单只是主啊 仇敌有网军 但是主 我们宣告主啊 你的百姓要成为一个主啊 在媒体里面的一个军队主啊 然后把福音传出去 然后把正确的价值观传出去 能够来转化这个国家 神啊 我来到你面前主啊 呼求主啊 我再次来动工在媒体上面主啊 我们奉耶稣的名字 主啊 无论主啊 是有意或者刻意的 主啊 各种的修改主啊 这个信息的 主啊 这些东西主要完全被抓包 这些东西要完全 这些谎言要完全被显露 主 我们祷告 特别我们围着媒体这个山头来祷告 神啊 奉耶稣的名字 主 你要来制定主啊 对的主啊 政策 主要完全杜绝一切散播遥远的这些的主啊 这些的网站 神啊 我来到你面前 主 我们呼求主啊 你亲自主啊 在这山头里面来动工 在这山头里面来应行 我们谢谢你 奉耶稣的名字我们祷告 哈利路亚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每一个基本上是会为一个人来祷告 哈利路亚 这时候我们要为教育节来祷告 有感动的情 台脉来祷告 哈利路亚 这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 我要奉耶稣宣告 主愿你来得到教育节 无论里面的政策如何 主 我们相信主你仍然在当中长完全 我奉耶稣宣告 所有这些编写 这些课程编排 甚至是课本的 主 你的工业要在当中 主 你正确的成你而来的这个正确的家族观 也要在当中 主 我愿你兴起更多的基督徒成为老师 成为合你心意的老师来教导主你的儿女们 主 你所创造的每一个都是主你所爱的 主 我愿每一个基督徒老师们都兴起来 在他们的位置上不轻看自己的责任 而是用心地教导每一个孩子们 以至于每一个孩子们有从你而来的这些正确的家族观 来继续地影响这个国家 甚至是这个时代 主 我们继续把教育界完全地交托在你身手中 主 愿你来当完全 愿你来翻转整个教育界 祷告 控制于世明 Amen Amen 叶和华 你要使你的公益如光发出 使你的公平如正如 主 把我们国家的教育领域 主 完全交在主你的手中 主 把这高教部还有教育部交托给你 主 祈求你在这些部门当中的各官员当中掌权 主 求你赐下智慧聪明给他们 在有关于制定编排 主 国家教育的这个课程上 从小学到大学 求绝书生 你帮助他们所编排的那些课程 是能够跟进时代 与时代一起并进的 让这些国内的年轻一代 所受的教育 当他们出来社会上工作的时候 他们能够学以自用 是的 绝书生啊 我也祈求你 来掌权作王在我们的国家的这个 这个华文教育当中 主 神啊 这个华小的这个 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事 我一直都存在 主 神啊 我祷告 祈求你 帮助我们这些 教育部的这些官员 主耶稣 能够公平的对待 各种不同言流的学校 让不同言流的学校都能够受到 关注能够公平的获得拨款 使到这个硬体设备能够获得提升 主啊 也把我们划小 十字短缺的问题带到你面前 主啊 祈求你也帮助这些 教育部的官员能够关注 帮助他们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 把这个历年来所面对的 这一个短 十字短缺的问题 能够得到解决 让他们能够吸纳更多 并培训更多的华校师资 使多年来的问题能够获得解决 主啊 也在一切华巧的 面对的课题上掌权 求主耶稣 你出去教育领域当中 这些小拿破仑 他们的不公不义的作为 主 神啊 你要使到这个华校 能够在这个国家的教育体系当中 能够受到公平的对待 同时能够继续正常的发展 使得父神啊 我们的国家 在疫情当中 学生已经长时间 不能够正常的返校实体上课 恳求你加添恩典和力量给每一位 在家中需要与线上教学的教师们 让他们有智慧聪明来备课 及进行网上的教学 也恳求主帮助身为家长的 能够监督他们的儿女们 好使他们在学习上不硬着 不能够实体上学而荒废了学业 主啊 我求你掌权 在这些身为学生的这些身上 主啊 除去他们懒散安逸 悲虐的心 赐给他们一颗顺服和受教的心 来跟进老师们所给予的网上教学 使他们虽然是通过网课 但是在知识上不停歇 也能一天比一天增长 主啊 也求你 使恩怜悯那些住在内陆地区 和偏远地方的学子们 他们面对上网学习的困境 恳求主帮助我们的政府 能够正视这个问题 帮助政府能够有能力 加速发展网络的覆盖率 在这些地区 使到乡区的孩子们 学子们都能够与城市的学生 一样享有这个科技时代的便利 使得父神啊 你是耶和华以乐 供应的神 我们把我们国家教育领域 所面对的短缺和不足 带到你的面前 恳求主你来掌权 主啊 求你来做 来供应 也求你来做修复的工作 愿你的公益 要彰显在国家的教育领域当中 耶和华 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 向我们施行慈爱 我们要歌颂你至高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Hallelujah 这时候我们要为这家庭来祷告 Hallelujah 在每个家庭中掌权并得着每一个家庭 你要在每个家庭中做心事 耶稣 你要恢复父亲与孩子的关系 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 而你的心要转向父亲 主啊 家庭要被恢复 救恩要领导每个家庭 神你的爱要在每个家庭中彰显 每个家庭要和睦相处 彼此的相爱 求主帮助每个家庭都看重 家庭祷告祭坛 并设立家庭祷告祭坛 让祭坛的火眺望起来 世世代代世共你 敬拜你 求主降下圣洁的火除灭仇地的作为 求神使用所有的祭坛 带下丰盛的生命 求神赐给基督徒父母 有神的智慧管理家庭 并关心儿女灵性生活 用神的话语教导他们 主啊 而你是椰花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台是他所给的赏识 让家长与家庭做优先考量 并负担起教养孩子的责任 言行不如身教 让父母以身作则 成为孩子的好榜样 做父亲的不责 而你的气 只要照祖的教训和警戒养溢他们 主啊 婚姻是神女所设立的 因子神所配合的人 人不可以分开 求主拱固每个婚姻 让张姑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让妻子顺库战故 基督徒要在婚姻上 凡是尊主为大 夫妻婢子相爱 接纳 主既扶持 主啊 婚姻在你的手中 求主深化以及加强婚姻的关系 基督徒夫妇的爱和稳定的婚姻 要成为主的模范 主为为儿童和青少年祷告 主当孩子在年幼时 求神向他们指示自己 是给他们有主的聪明和智慧 使他们从小能够爱主爱教会 让他们在青少年的时期 能在神的话语里正确地得着喂养 并将自己献给神 让他们在主的面前 活出正确的生活 生命活得有意义 求主除灭魔鬼一切的隐忧和失诞 除去家庭的求婚冲突和不满 除去一切的拜偶像的人 让每个家庭与恩慈相待 存年你的心 也披止地饶恕 让这些还没有认识你的家庭 主他们能够听到神你的哭音 并转向你认识你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求主兴起基督徒的家庭 成为社区的缘和光 让每个家庭都能够被神来使用 带来福星 使神得着一切的荣耀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祷告 阿们 阿们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将会把这个为政府祷告 和政治界祷告 还有包括为这个国家疫情祷告 放在这个我们的分主祷告 所以现在 我应该是说 我们是要网纸底患写 我们就是要网纸底误